蛋黃 麵皮碎屑 噴滿整個微波爐內部 白色碗裡面的蛋黃酥 全毀 網友好委屈 說實不過把蛋黃酥 放進微波爐 加熱三秒鐘就爆開了 它的外皮都是麵粉和豬油 然後加烤的酥酥的 蜜不透風 蛋黃和裡面的紅豆綠豆沙 都含有大量的水分 水分瞬間發出高熱 然後變成大量的水蒸氣 然後又把氣體膨脹 外皮又不透風 然後壓力過大的時候 才膨脹才爆裂開來 化學老師表示 因為蛋黃酥的外皮 也是麵粉加豬油 是密不透氣的食材 內餡豆沙和蛋黃富含水分 當水分預熱膨脹 卻又透不出水蒸氣的時候 就會爆炸 我們實際來做實驗 把蛋黃酥和月餅 放進微波爐開始加熱 大約過了一分鐘 蛋黃酥裂開冒出豆沙 月餅則是有一點炸開的狀況 幾乎半毀 化學老師說 像生雞蛋跟糖炒栗子 都有這種特性 這類外不透氣 卻內含水分的食物 都不能放進微波爐加熱 麵包師傅還教大家 蛋黃酥跟月餅的加熱方法 在冷凍這個溫度下 它油脂產生耗變的機率 就比較不會那麼高 放在炒香加熱個五分鐘 就可以至少熱 熱酥酥的 其實月餅吃不完 不要急著丟 還可以拿來炒菜 然後我們就要把我們的月餅 放進來 任何的月餅 因為有甜有鹹都可以 把豬肉絲 青蔥 洋蔥 彩椒跟白飯加在一起拌炒 接著把飯給拌鬆 最後再把切小塊的月餅放入 別有一番風味 把剩下的食材進行處理 但不要以為月餅炒飯很美味 就可以多吃 因為熱量也很高 記得要多吃蔬菜 才能平衡營 記者聲勸白王一仲 台北報導